主持人好 各位老师好 我叫盈盈 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见到大家 我今年21岁 来自河南南洋 我今天的求知岗位 是一名讲师 好 欢迎你盈盈 来吧 盈盈 简单地说说自己 怎么来评价自己呢 首先我觉得我这个人 我从小到大 就是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发言的人 身体不好 发言 就是发言 对啊 发言 讲话 人家说的是发言 不是发言 盈盈 你继续发言 是语言的言 发言呢也是代表着 我对于这个语言的热爱 包括呢我在高中的时候 以及在学校学习的这些过程中 我都能够感受到 包括我身边的朋友 也会对于我 还有老师 也会给予我这样的评价 外向的 是挺外向的 所以说呢 今天我希望在这个舞台上 得到一份这样的机会 去延续讲师的这份光华与荣耀 想找一份讲师的工作 是的 好 有志向 你有没有异项企业 我的异项我有两家异项企业 说 第一家呢是AI松鼠 不是 您发言发反了 松鼠AI 对 松鼠AI 不好意思 老师不好意思 发言稍糊涂了 对 然后第二家的话是 美丽人生的威威老师 美丽人生 她没来 美在当下 美在当下的威威老师 你看威威老师的名字 我都记住了 你别看了 她不在家上 她不在家上 对 我不是威威老师 我是荣耀老师 对 营营你就是百分之百 两家企业全没说对 你觉得杨蓉像陈薇吗 主要发型像 反正都是美女 情商还挺高 大人老师 我特别想知道一下 杨蓉 你艳伟的讲师是什么呀 就是我在一家 东方语言培训 少儿口才培训 孩子们嘛 就是从小 家长都喜欢培养她 去讲这样一些 演讲比赛呀 诗歌朗诵比赛呀 包括是小小演说家呀 这样的一些培养 有一级班的 二级班的 三级班的 我在那里担任的是 一级班和二级班的老师 咱们让周伟 给你来简单地介绍一下 她对于讲师 这个岗位的理解 我们松鼠AI呢 有两种类型的讲师 对客户端的这个讲师 就是我们会议营销时候的 讲师 这个叫营销讲师的一个岗 一个呢 是内训讲师 就是做这个 员工培训的 这个讲师的岗位 但颖颖啊 刚才我特别理解大老师 你知道她问这个问题 对你有什么帮助吗 我觉得大老师问这个问题 可能就是更好的加强了 我跟您之间的这样一个理解 对不是的 最主要的就是大老师 要让你在这个时候 就要清楚 可能接下来 你面试的这个岗位 它不一定是讲师了 因为讲师 每个企业的讲师 跟你之前从事过的 那个讲师的职业的定位 是不同的 就接下来我希望 为了帮你啊 你把名字改一下 就千万别再提讲师这件事了 你就说我是少儿 语言类的培训师 好吗 你千万别说讲师 每个企业的讲师 定义不一样的 如果说他愿意给你提供 他觉得适合你的岗位 但可能不是讲师 你会不会考虑 我是会去理解 也是会去了解的 就是我不会放过 任何一个机会的 非常好 好 这个有没有要求 我的那个工资 是五千块钱就行 工作地点有要求吗 工作地点没有要求 我更希望 对 我更希望 多出去闯一闯 作为大专生啊 你有实习经历 去求职5K 不算是一个 那个不合理的 就是可以 OK 没问题 但是你有问题的是 你整场说话太绕了 不太像有过你这个专业 和当过培训老师的经历 我问你的问题的时候 你给我讲了一段故事 但最后还没有点题 其实在这个方面 就是雅瑜老师 为什么说你的理解力 所以你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你的语言也不够精炼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孩子 你这个时候应该放平心态 先看一看 我们怎么样能够 去来到大城市 去一个正规的企业 这样的话 或许会比你要 现在所谓的讲师 要更靠谱一些 他其实比较追求完美 他想把自己的人设 做得非常的完整 你看他笑了 你看他笑了 笑得很灿烂 我建议啊 就是在职场里 我们比较喜欢 比较直接的 因为现在大家比较高效 因为你很年轻 你现在并没有那么的完美 所以你放下一些 我觉得对你后面的面试 可能会更顺利 你是怎么学这个广播影视制作 你是参加过艺考是吗 对 我参加过艺考 同时考了播音和广播影视制作 这两个专业 对 但是播音是考了同考 然后校考的话 编导和影视节目制作 摄影这方面报的比较多 杨阳我特别想知道一下 就是你喜欢播音主持的什么呢 我就喜欢播音主持 站在台前说话 大卫老师我有个小提议啊 我就是说我不知道 假如说杨阳是不是能够 今天以主持人的身份 来向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介绍一下 说一个这个是开封大学的 一个大专生 他有一个梦想 就是做播音主持 但是他今天来到 非你莫属的舞台上 那以这个为题 你会怎么作为 这一期的主持人呢 很好 感谢库尔特老师 用非常接地气 而且外行的话呢 讲出了播音主持 艺术专业面试当中 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也是第三环节 叫即兴口语表达 作为播音主持 专业的一考当中 即兴口语表达 是最能够考察 一个考生 临场应变能力 逻辑思维能力 语言组织能力 和广义被搞能力 这些综合能力的 一个环节 此刻你就是一个主持人 在这里 向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来做一下 简短的自我介绍 来我们掌声鼓励一下 求职者王盈盈 古往今来 有太多太多的文字 在描写着 各种各样的遇见 金家苍苍 白鹿为双 所谓一人在水一方 这是聊动心弦的遇见 这位妹妹 我曾经见过 这是宝玉和黛玉 初初见面时 欢喜的遇见 幸会 今晚你好吗 这是罗马假日里 安妮公主糊里糊涂地遇见 遇到你之前 我没有想过结婚 遇到你之后 我结婚 没有想过和别的人 这是钱钟叔和杨将之间 决定一生的遇见 所以说遇见 仿佛是一种神奇的安排 它是一切的开始 每一次遇见 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也希望从今天开始 我在非你莫属这个舞台上 和大家的遇见 能够让我们彼此之间 感受到更多的美好 谢谢大家 我觉得你完全所问非所答 你说 你根本不理库尔特那这个题 也不理大卫的题 我想好我自己背好的时候 我就要背出来就好了 结果什么样 你们自己看着办 我觉得我不太同意 这位企业家的观点 我就作为一个成熟的企业家 完全可以从你背的 一段表演当中 至少我们能看出 你做过一些什么 你的台风 你的能力 往往我们没必要把一个问题 非要就着那个问题来演 所以我觉得你刚才表现得不错 我觉得啊 我给这孩子打80分 满分100啊 满分100不是150 很高啊 为什么呢 我为什么给他打80分 我还真不是说大话 我也别说具体哪个学校 现在你说 从科班出身的学生里边 你抓几个往这台上一扔 你让他背他刚才的这一段 都未必背得出来 他刚才这一段 显然是精心准备的 但是那20分不足 差在哪儿 他可能既没理解库尔特说的 也没理解我说的 但是他刚刚的表现 我觉得挺好的 我想问一下 你刚才讲的那一段遇见 是怎么来的 是你做的还是你学习的 我学习的 是跟一位 大家都认识的老师 是董卿老师的一段话 这段话也在我人生中 起到了很大一个作用 包括我出活动 我只要想到 跟这段话能够衔接的 我就会用到这段话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段话 这一段练了多久 这个我不太清楚 但是我可以下去查 包括去更加去表现 他问你这一段练了多久 不是杨将和梁中书 他俩恋爱了多久 对 恋爱了多久 不是那一段 恋爱多久跟你没关系 对 跟我也没关系 不好意思 我只关心你这段练了多久 练了多久 这个是我听到 董卿老师说这段话之后 就是我看到这个段话之后 就把它记了下来 其实这段话表达的 这个意义性特别好 其实我唯一不足在哪儿呢 在于你跟我们串到 你来到菲尼莫属舞台上的 这个表达 可能稍微欠缠一些 在今天的内容的话就更好了 他能准备这些真不错 我想不出更好的形容词 去夸他 但是你是来找工作 夸你 咱就到此为止 好吧 因为毕竟你来找的是一个 实习岗 我就想问你 你为什么要找培训师 这样一个实习岗 首先的话 第一 我自己做过这个 做过 还有什么 对 做过 第二的话就是可能 因为培训师这个岗 还挺锻炼人的 包括播音主持这方面也好 口才的经理也好 然后逻辑思维的锻炼也好 就你的长处能施展出来 对 你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到 你站在台上 你的缺点是什么 你的优点是什么 能够跟大家产生的 共鸣是什么 还有什么 就是这个是很清晰的 那如果今天假设 你是来找一份全职的工作 你还会做培训师吗 会 还会坚持 对 我还会坚持 来吧 各位企业家 二十二岁的一位 来自河南的小女孩 找一个见习岗位 企业家愿不愿意给她 一个机会呢 来 做出你们的选择 祝贺你 盈盈 共同进入你求职的第二环节 天生 我有才 好 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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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老师说到这个带货主播 其实我这个简历上面没有写过这个 我之前也有接触到这个带货主播的 你喜欢这个职业吗 因为这是关系到你实习 是不是跟你未来就业方向一致 你是大学生 不要被某一些职场的企业家 误导了你该走的那个专业方向 其实我觉得直播带货这个 因为我做过 其实我也是比较喜欢这个的 那盈盈啊 就是你因为是一个大概现在大二嘛 都快大三了 现在找到实习工作 所以可能我们的整个过程 也跟其他的这种 设招的这个流程不完全一样 所以我还是想给你一点意见 第一潮汐肯定在误导你 因为你现在就实习 一两个月 你马上要做成一个好的带货主播 不现实 不现实 企业也不愿意说 用一两个月来培训你 然后你走了 这种的机会是不大的 另外一个你确实要考虑说 你到底要什么 因为你原来在那个 那个口才培训那个地方 你其实是个老师的角色 对不对 是的 那你实习是想聚集当老师吗 实习我觉得得高级能为师 得正方能为范吧 老师跟培训师还是有一定区别 我还是想找一个培训师的工作 哎呀 雷哥 我觉得你想操心太多了 你感觉像他爸爸一样的 他现在三十一岁 因为他实习他还大二嘛 我觉得他不需要想那么明白 他现在要干什么 因为为了还长 他现在我觉得就在暑假 找一份他兴趣的工作 我们现在要给他留岗 其实也就一两个月的 这个实习岗 如果他自己理解的岗位 和我们有可能给他岗位 本身是不匹配的 那我们确实是 可能到最后耽误你的时间 我说一个职位 看你敢不敢兴趣啊 也是我们想要理得更清楚 比如说你到我企业来 我每天要接待 各个城市的客户 到我一起去参观 你在前台接待这些客户 然后给他讲一下 整个的企业文化 里程碑 我们的业务体系 这些基础的工作 我们叫接待性讲师 你觉得这种工作你适合吗 这个接待性讲师 我的理解 这就是我们学校文蜜学生 在做的一些工作对吗 是 你喜欢这个方向吗 其实我可能觉得不太能胜任 因为我文蜜专业的话 我是没有接触过的 所以说韩总啊 你们都不懂他 他现在还处在那种 希望被肯定 希望被重视 希望在聚光灯下的那种感觉 来吧 我们一起考察一下 王盈盈的职场情商课 新公司要求你尽快入职 之前的公司因为招不到人来交接 导致你一时离不开 你会怎么处理 首先我会确定 我跟之前的公司签的这个 合同是怎样的 我会确定我的离职公司 离职日期是什么时候 如果我的离职日期到的话 我会就是离职的 在职场当中啊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可以 按照所谓的合同来做 但实际上我们更要来考虑的是 你工作交接的完整性 其实在这道题里面 其实如果有经验的人 他可能会去说 跟新的企业讲 你的活我看我能不能做 我帮你先做一点 但是我老的企业 一定会把这个工作 去帮他交接完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是两全其美 理上面你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在职场当中 有的是要有情有利 是的 这个是我的叔父 没有考虑到 就是如果是 这个工作的完整度的话 我肯定是会 把自己手里的工作做好 然后再去接新的工作 这也是包括 以后人家对我的评价呀 然后信任呀这些方面的 好 职场青山课 我们考察完了 如果对我们的求职者 来找一份实习岗位的 这位河南南洋小女孩 王盈盈 有兴趣的话就别动 如果觉得不感兴趣 提供不了岗位 那就伸出手来 灭掉旁边的灯 不恨你营营 进入到你今天求职的 最后一环节 谈钱不上感情 松鼠AI提供的岗位呢 就是实习生的一个岗位 那工作地点呢 上海我们提供的 薪酬是两千八 还有一个岗位呢 就是跟着我们的 那个宣传组啊 那他们有一些视频的 这个核心媒体 运营的一个实习 青山云给你的 也是我们市场部的 设计组的 视频制作的 这样的一个岗位实习 不谋而合啊 因为我们没有 那么多声光电 但是是拿出你的 真实的能力 来去做一些 视频后期的 这样的一个工作 然后呢地点在北京 我们给三千的 这样的一个实习工资 黑马仓处够 我们那个给的岗位 也是短视频运营的实习 三选二 灭掉他们三位 其中一个人旁边的灯 想好了就出发 好 盈盈回到台上来 我们请周伟和波兰 走上竞价台 松鼠AI 对 松鼠AI呢 是这个舞台上近两年 招聘最多的 带人走最多的企业 所以我们也希望呢 你能够加入松鼠AI 问他一个问题 你有这样的机会 我想问的话 就是这个松鼠AI 给我提供的这个实习生 就是能不能上升到 就是不限于这个后期编和这个一个 类似文秘接代这样一个 我们没有文秘接代 对 它不属于行政港 所以它是专门的一个部门 它专门是从事视频制作 或者是视频录制的 视频录制您具体指的是我去录还是 对 就教学视频啊 当然因为你没有教师之歌证 你不能出镜 但是呢我们有一些文字类的 这个圆类的产品 它需要有人去配音 你的声音条件不错 可以去做配音 金山云给你提供的是这个 视频制作的实习生 然后我们这边呢 会有一些企业的这个营销工具 需要去制作 但是我觉得你不懂我们的业务 现在呢你只能会去做一些 后期和配合的工作 一些剪辑啊 合成啊 这样的一个工作 在松鼠AI和金山云之间 选择其中之一 或者都拒绝 说一声谢谢 再见 考虑时间 开始 好 盈盈 告诉我 你最后的选择是 金山云和松鼠AI 我两个其实都 我觉得我的能力 可能还不太适合 做这些工作 那就是说 你最后的选择就是 谢谢 再见 好 感谢郭兰 也感谢周伟 谢谢老师 姑娘 您好